当时,今天要向月快报邀请到大拿主席门与甘尘科恩建兵与书 来向向亲世民新变境的变动,以及新的业务的特性 让有老人及孩子完成接近业务 美的货、美的败,尤其老人、孩子竟不良幸福 目前,六甲载费、幼洞、第二阶以及中阶第三阶业务 接近率有完是不太好 为了协助乡亲临摄新冠肺炎变境 新变度和新兴业务诺瓦瓦科斯 以及中阶业务接近临摄 向他快报由医生、吴建兵为乡亲来解释 来讲美的点是美的点五 主要也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病毒它的传染力是高的 但是以目前为止 它的发生重症的机会是没有那么高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大家也不用太于恐慌 那打好我们的一个疫苗 那外出还是要戴口罩 那另外也介绍了一下 Lovavus这个疫苗 那它是一个次蛋白 所以目前已经进到国内了 那国家的一个政策是 18岁以上的可以接种 那如果说大家要选择这样的一个疫苗的话 副作用比较少 那就请我们在规划中 所以请大家把相关的讯息 我们会到时候公布在卫生局的网站 他说不见面标识 美的或美的快 可能是作成再度感染 也因为变疫主要跟元素的新冠病毒 差业很大 先前的疫苗有可能是不好 因此原政接政第3个第4个 公布那天疫苗是很重要 新冠疫苗罗瓦瓦克斯 是两百次单位疫苗 也是最尊敬的疫苗精力之一 怕两者对近众当中的保护力 开得到到什么 副作用给保护力有够 但是目前 也没有办法确定对Omicron的效果如何 世心事物串民同 改观 蔡翁博德 我们从四星到五星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嘉义的进步 看到了嘉义现名对我们的肯定 八大面向的平均满意度 还是全台第一名 这代表你的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坚强 最近我到外面去走 自从演见给我们五星现场以后 我们的现名说他们也是五星的现名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疗愈 非常重要的演讲 那我们即将承担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肯定跟希望 我们要努力的往前走 那这一次其实上 我最高兴的还是一个八大面向 全国平均利益 这个代表的是我们团队 那这三年来的累积 受到大家的肯定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嘉义的整个荣工大学的科技 也在往前发展 我们希望成了这一股气势 我们嘉义伍克越来越好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荣耐努力 也希望大家慢慢的把注意力 也可以注意到 一个从来你们不会注意到的 一个穷的荣业线叫嘉义先 谢谢大家 谢谢 惠itz 是 猜骗 耶 他